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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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国立 我没有像陈可欣一样做好准备 我坐在台下的时候我一直对自己说 演了42年电影了 多少次于奖项擦肩而过 年轻的时候老是觉得得奖可能是最大的快乐 老了以后对自己说 其实你所有的快乐在你真正的创造一个决策的过程中都体会到了 但是我真是没有想到我拿这个奖的时候 我依然有点乱了方寸 我非常荣幸的 感谢各位评委 让我非常荣幸的在你们担任评委的这一届经济奖上 拿到了 进食经济下 谢谢 我是世界粮食日形象大使张国立 我说每年粮食产后损失浪费上千亿 相当于两亿人一人的扣量 立行节约 反对浪费 让我们一起来珍惜人生 传承美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